台海局势升温 日本自卫队也加强与美军共同训练 今年美日联合演训比去年同期多了50% 根据日本统计 截至7月底 日美共进行了51场联合军演 以监测大陆船舰和近海飞弹防御为主 纳入日本面临存亡危机事态的情况 也就是威胁到日本的时候 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 让日本自卫队介入台海冲突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